先把大虾倒入大碗中 32块钱买了一斤大虾 你们那里卖多少钱一斤呢 今天买的大虾非常的新鲜 我们先用剪子把虾须剪掉 然后用牙签在背部第三节这里 把虾线挑出来 像这样很容易就挑出来了 在做虾之前一定要把虾线挑出来 这样做出来的虾才会鲜嫩好吃 把处理好的大虾放入另外一个大碗中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虾清洗一下 洗净后控水捞出 给它放到一旁控干水分备用 准备一块生姜 给它切成姜片 准备一根大葱 给它切成葱段 炸着耳朵的盘中 再准备一把小葱 给它切成葱段 切成葱段 切成葱段 放入另外一个盘中 准备几个干辣椒 把它剪入葱姜片的碗中 再放入几粒花椒 过烧热放少许油 油温烧至微热 放入葱姜片和干辣椒花椒 给它翻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后 把下豆乳锅中 给它开大火 翻炒均匀 熟 翻炒之后微微变色,加一勺料酒去腥 然后再加一勺味提鲜,给它提一下鲜味